浸會大學、中教及哲學系的全職港師 下個學年全部不獲續約 校方提出可以改為兼職時薪制 月入減少近半 但是課時反而增加 有校董批評浸大黑博 要求校方被全職港師留任 劉浩亭報道 浸大中哲系現在只剩3個全職港師 其中高級港師即將退休 剩下2個連資都有6年以上 浸大校董黃海峰說 校方早前以教學量減少為由 未來9月不再跟2個港師續約 但上個月又提出以時薪1000元 請回他們做兼職 月入游原本大約47000元 減到26000多元 無福利但教的學分反而多了 原本每個星期上課9個小時 改做兼職下學期要教14個小時 黃海峰問過首席副校長 對方敢這樣回覆 黃海峰批評校方只是重視研究不重視教學 要求校長前大康和校董會主席鄭恩基 繼續聘用這批全職港師 港師轉做兼職之後會沒有自己的辦公室 暑假期間也都用不到大學的圖書館 珍大回應說是按照既定程序和守則招聘教學人員 又說部分院系早前因為334新學制 請多了合約員工 因應學生人數回落要調整回 有線電視記者流停不斗